强调版本和国民党不同 依照民众党版本 中央只需要多拨2000亿元 而南英的整整多了约一倍 也在批绿银抹黑 因为柯健明腔蓝白 主动题修法是剥夺行政院 编列预算权有违限之余 甚至会让育儿等等津贴 无法发放 为此党主席柯文哲前一天 还特别找上黄珊珊 向黄珊珊叮咛 要仔细对大众说明 而记者会上也不见党团总招 黄国昌仁颖 难道是为了平衡党内声音 因为财政说实话 我是财政委员会 所以他主折的是财政的部分 这样一个朝野会 会有冲突的应该是财政说实话文法 所以这个我们要先 内部要先讨论 强调八名立委都有个别主责委员会 但在院会多次投票 民众党坚守团经团出 眼看21号复议案表决在即 民进党团总招柯健明 发出给民众党的最后通牒 直言柯文哲和黄国昌 两人已走入不可逆的政治终点 呼吁让民众党 党内民主发芽 更抨击柯文哲对不起蒋未遂 柯健明对不起全副新竹相近 对不起民主前辈 你跟你二十年前的样子像吗 两人早就没再顾及多年交情 复议案表决投票意向 黄山山留伏笔 直说当天就知道 而张祈凯更酸 立委还有主位立委 当年曾提国会改革 希望他们起义来归 民众党要撕掉小蓝标签 先抢话语权 TVBS休息 我们俩佩佩还常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感谢观看 消满地